虛假封胸法 只要你做到啊 兩個月啊 搭一到兩個罩杯 絕對有機會 嘿 你說啊 衣靈怎麼搭四個罩杯啊 只有你啦 好傻好天真啊 相信那是啊 中醫的功勞 我的罩杯不是夢 我的胸跟著希望在動 跟著希望在動 經過了幾下來啊 就傳來直升機 叭叭叭叭的聲音 塔台通知 塔台通知 現在飛機即將降落 要去夜店玩啊 為了那條溝 殘了又殘 殘了又殘 把老爸的電話簿啊 整捆用完啦 YO 我是七七老大 正所謂啊 胸部平 何以平天下 乳不懼何以懼人心 你們啊 是否對於自己的胸部 總有一份遺憾 這些聲音啊 老大都聽到啦 所以啊 千呼萬喚是使出來 今天啊 變美七件事的第二集 就是豐胸 有一天啊 你打電話給我 跟我說啊 七七老大我三天沒吃飯 快要餓死啦 快來救我 我聽到啊 馬上買了兩個便當 坐上計程車直奔你家 穿過警衛室啊 再一路坐電梯啊 到你家門口 你打開門啊 看到我是內流滿面啊 哎呀 總算能吃飽啦 你的胸部啊 是否也跟這個故事一樣啊 餓的半死 還瘦的啊 跟馬雲一樣 卻不為他做點什麼 如果你想要豐胸 首先你要做到兩件事前 一個啊 叫做補 另外一個叫書 補啊 就是剛剛說的買便當啊 無論是補氣血 補脾胃 補腎 總之啊 就是把胸部啊 發育長大所需要的物質給他 再來啊 書啊 書就是書通 不是書壺的書 你啊 光買便當是不夠的 必須確實送到你家給你吃 要跟Fedex一樣 不管是大颱風 或者是塞車 都要使命必打 你想要送到七樓之三的 也不能亂送送到三樓之七 結果 豐胸沒有豐城 屁股大了三個罩杯 今天啊 七七老大就來教你啊 居家豐胸法 只要你做到啊 兩個月啊 大一到兩個罩杯 絕對有機會 嘿 你說啊 10怎麼大四個罩杯啊 只有你啦 豪俠好天真啊 相信那是啊 中醫的功勞 我的罩杯不是夢 我的胸跟著希望在動 跟著希望在動 經過了激勵人心的歌曲之後 正式來介紹 懶人瘋胸法的第一部 就是飲食 選擇一些富含激素的食物 老大之前去泰國洗澡 不是 旅遊 看過泰國那些變性人 每一個都妩媚的要命 是因為他們從小就注射 雌性激素 老大不是叫你去打針 而是叫你每天喝一杯豆漿 或者是更厲害的 你可以用豆漿去泡黃豆粉 除此之外 多去吃一些 山藥 雞蛋 南瓜 堅果 起司 也有效果 當然 如果你有肌瘤 或者是激素方面的疾病的話 那你就少吃 來第二個 補充膠原蛋白 例如說 燕窩 雞爪 魚皮 銀耳 牛筋等等 這些可以讓你的皮膚緊實 而有彈性 第三個 選擇補氣血的食物 紅棗 桂圓 枸杞 多吃 它不只可以豐胸 還可以讓你的精神 讓你的外表更好 以上介紹的這三種 你至少維持一週吃一次 基本上 恭喜你已經達成了 豐胸之路的20% 染人蜂胸法 第二部 中藥茶飲 兩款非常溫和安全的茶飲 它可以同時 達到補養 以及疏通的效果 如果你是熱性體質 例如你比較容易口乾 臉部比較容易出油 青春痘 便秘 舌根6克 山藥6克 當歸6克 蒲公英3克 紅棗3克 枸杞3克 台湖3克 脊梗3克 如果你的身體 不是熱性的 它是平性或虛性 沒有剛剛講的那些熱症 甚至有 手腳容易冰冷 筋痛 拉肚子 那你準備的材料就是 當歸6克 黃金6克 王不流行6克 肉叢龍6克 白竹6克 黃棋3克 兔獅子3克 桂圓3克 以上這些材料 自己去中藥房買 老大一樣沒有賣 請 中藥房幫你把這些藥材 放在小布包裡面 用800cc的熱水 小火煮滾之後 再煮10分鐘 然後你把它分成兩杯 早晚喝 盡量不要空腹喝 只要你把握兩段時間喝即可 如果你把月經來算第一天的話 把握11到17天 以及月經來之前一週 這兩個它是最佳的保養期 這兩段時間 記得就是每天早晚各喝一杯 基本上你學會了飲食 學會了茶飲 恭喜你豐胸之路 已經完成了60% 接下來你必須知道的就是 達成乳不聚 何以聚人心的最後一步 Let's do 第三個就是穴道按摩 再加上運動 在我旁邊的是Vivi Vivi跟大家打招呼 哈囉 大家好 我是Vivi Vivi今天來擔任我們的 穴道按摩運動小助理 你們知道嗎 有9條經絡通過胸部 超過100個穴道 圍繞在胸部的周圍 所以按摩胸部 它是非常有效的 這也是 市面上一些豐胸的產品 瞎搞一陣 如果不按摩的話 你全部胖到腰 胖屁股 所以七七老大幫大家設計一套 6個穴道 再加上4個動作的豐胸運動 絕對是最方便 最有效的 所以你一定一定要學起來 穴道 你必須位置 要按精準一點 因為這些穴道 比你按摩胸部其他的位置 效果好上4倍以上 第一個穴道 兩乳頭的中間連線 正中央 終點的部分 叫做檀中穴 那我需要把衣服拉開嗎 如果可以的話是最好 為醫學奉獻 大家都是很正常的演 眼光 檀中穴這裡 對檀中穴 來第二個穴道 在乳頭的下方兩吋 叫做乳根穴 不對 這裡 我們有自背道具 自背道具 這個地方 因為不能用手 我們是用這個 比較正派 再來第三個穴道 是在乳頭的外側兩吋 天溪穴 這個位置就指得非常的準確 再來三個穴道 就是乳頭的上方 二、四、六吋 叫做硬瘡穴 污溢穴 跟庫房穴 這些穴道 你都不需要去記名字 你只要記好 兩乳頭的正中央 還有乳下二、乳外二 以及乳上的二、四、六 怎麼按呢 按六休二 就是按六秒 然後就休息兩秒 然後去算一下 每一個穴道 去按十六下 剛剛講的 乳上的三個穴道 我們一起處理 伸出你的三隻手指頭張開 雙手交叉 對下面的手指頭 搭在乳頭的上方兩吋 其他依序往上搭 如果你這樣不好搭的話 你也可以這樣 一樣按六休二十六下 例如說這樣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基本上你想要瘋胸 除了月經的時候 乳房會比較脹痛 你不要按 其他的每天都早晚各按一次 除了瘋胸的穴道之外 接下來就是四個動作 這四個動作 無論你是要站著做 或者是坐著做都可以 我有一個朋友 沒吃中藥 沒注意飲食 光做這四個運動 就大了一個灶杯 來第一個動作就是雙手合十 往內用力 做到微微的顫抖 不要聳肩 一、二、三、四 放鬆 二、二、三、四 來第二個動作 一樣雙手合指 然後手肘碰手肘 開始慢慢的往上升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過程當中碰不到沒關係 盡量靠近即可 來第三個動作 雙手背在你的屁股後面 接著挺胸 一、二、三、四 二、二、三、四 第四個最後一個動作 我們把我們的手肘 舉到跟肩膀一樣高 然後開始向內做夾的動作 一、二、三、四 不要駝背 二、二、三、四 噠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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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看看那些國際超模們 每個都是瓶的鑰匙 但是喔 還是光彩奪目 不管你是大奶小奶 喜歡自己 認同自己 充實自己 才是最重要的不是嗎 今天很開心邀請到 我們的小仙女Vivi來這裡玩 這支影片上的時候 應該已經超過28天囉 想看這段時間 到底有沒有效果 可以到我的IG去看囉 下一集 我們要做的主題是 黑眼圈 想要看更多變美的秘訣嗎 星期日 下午1點鐘 全都在七七老大的變美七件事 我們下次見 掰掰 你是否明明早睡了 還是兩圈藕鏈掛在眼睛上 你為了遮瑕黑眼圈 是否化妝品每次用掉半條多 你是否可以加入團團圓圓 變成團團圓圓滾滾三人組 萬政傑啊 你明明沒化妝啊 結果人家以為你扮神鬼奇行 別再縱容你的黑眼圈 如此的肆無忌憚了